老花一每日一达回答一下臭宝的氧化问题 第一个臭宝说 猪子花用了赤玉露藻 铺了火山时还是黑一点 还能活吗怎么办 三缺 缺光 缺水 缺肥 治疗的一个方案就是 先用点杀菌药 一定要给足光照 适当的配合一些肥料 反肥水最佳 就OK了 先给足光照 猪子花就大阳光 大水大肥 你要是不具备这三个点 就完了 下个臭宝 我这个东方亮还有旧吗 东方不亮 西方亮 这个你 我给的一个建议 就是适当的 喷喷水 你看那三角梅 其实就很耐旱了 你那个地方 是不是很热呀 可以适当的喷水 增加一下空气湿度 到了秋天冬天就好了 它夏天它就这样下垂 我看你浇的水并不少 别急了 不要超之而过急 表面的土适当的 也是挖出来一小部分 别的没啥 到秋天就好了 就你那干热干热的事 可以避一避强光的爆晒 好吧 别的没啥 下个肉宝 这白掌还能活吗 能活 但是你得注意一下 别强光的爆晒 我看你那阳台 应该是个南阳台 光照会不会很充足 它不喜欢很强的日照 另外呢 浇水别太浅了 因为没多少叶子了 适当的来一丢丢的肥料 不要太多就行了 别的没什么 夏天寿宝 你看我这个花呀 是出了问题 是该修剪了 还是怎么着了 你这个花 这叫茉莉花 它这一盆里边好几颗 你跟我大舅子 一样找八个媳妇 哪个媳妇 她都伺候不好 对不对 所以她一直跟话 你们买单杆独克的 这就缺光缺水缺肥 还跟自己的花一个道理 大阳光大水大肥 它就养得贼好 如果不具备 那就很难 而且你一个盆里边好多颗 它根本就供不上营养 明白吗 像如果说 你看这个玛格丽特 上面很多粉末的 用小黄二号 可以联系我们家客服 打杀菌药 这个就缺光二导致的 下个周伯说 我是河南信仰的 我想起来 我大舅子有外号 也叫信球 那个柠檬树 楼顶全日照 4月份买的 4月6月7月8月 一看这个就行了 这个就有点缺肥 这位花友 养得挺好的 养得确实很好 除了缺肥 没什么别的呀 对 这个季节的原因 天气热 一个是它要抵抗 这个炎热的温度 再一个呢 它又挂着果子 所以说它就很尴尬 就会出现水肥不济 你浇水多没用啊 你首先解决的是温度问题 温度稍微低一点 就是你跟人一样 太热了吃不下 知道吧 大舅子在新疆 或者说在沙哈拉沙漠 四桌路 你说我给它带个烧机过去了 都不如带两瓶冰镇矿泉水 但你别乱整 适当的这样 像这种光照 好吧 放到那种通风比较好的地方 就大树底下 比较阴凉的地方 适当的给一丢丢肥料 浇水还是那样干涉循环就行了 好吧 要么一个最粗糙的方法 把果全掐了 自己看得办吧 你看叶子长出来 黄黄的 白白的 就是缺肥了 别的没啥 希望大家都点个赞啊 不点赞的都大舅子 我是老花一 两花最长一 白了出宝